你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真相还未昭告于天下 以我之间 就不必谈情义了吧 十年前的旧案 即便是翻了过来 那也改变不了 戴山上的人 不是让安乐的事实 我要让这把火 烧得更大 好一个第二个传奇 这些人 都是生命狂 在此出现 正是太后皇师第二任 去陵乡楼找洛明夕吧 是时候安排下一步起了 今日之内 立家之事必须得有个了解 洛明夕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臣 怨灵死罪 他为了抛下此人 请一个人扛下了此人 都明显出事了 大仇已报 了却心事 可是我却不知该何去何从啊 任大人也是 我终究童你有几分情 怎么能挑这一天呢 他如今是弟子缘 孙玉军 你手上沾满了我弟家人的鲜血 我是个善恶分明 有仇必报的人 为了我的儿子 我至死不悔 从这几日之后 我们互不相亲 但往日的情谊 也到此为止了 陛下 任安乐 确实弟子缘 报应啊 罪臣 先走一步 武云年已死 不管他是故意屠杀帝家军 还是无意 都已经无法做出判断 帝家 无罪 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 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 罚了 罚了 请陛下 给天下一个说法 我就怕我这份礼 显得太过于减速了些 小姐这份寿礼重得很 怕是太后都撑不住 是不是打算在寿宴上做什么 如今帝子缘已经是帝城了 你贸然行事 无论如何浅时这都是欺君之罪 所以在太子殿下眼里 帝家一直都是罪臣 你从未相信过我们 这件事情铁周如山 那我就把这座山给掀过来 我们之间铁周如山 我们之间隔着八万人的性命 注定是不能在一起的 今日的这场宴会 应该是大兴国开国以来 最热闹的一场 臣女 恭祝太后 福寿康宁 抵驾无罪 大难 何人喧哗 如果继续复仇的话 你便注定对她有所亏欠 再也还不清她的恩情 你是要继续复仇 还是到此为止 我知道寒家欠帝家太多太多 这一切的罪都让我来说好不好 阿宁 你没有罪 紫园我有罪 你不知道我的 自我入京城开始 这件事情就不会结束 难道当年帝家流的血 还不够多吗 难道太子殿下始终都认为 帝家当年该流那血吗 如果没有当年诛灭九族 何来太子殿下眼前的人安乐 你如今已经是安乐了 便永远的做安乐不好吗 看 寒家欠帝价多少 就要还帝价多少 这件事情由不得你 也由不得我 我曾经对一名叫做人安乐的女子动过心 但我这一世 都会护着弟子缘 这句话 你永远都要记住 我们在河边 发现了一堂被打开的果子酒 喝了一半 到底是至孙女 帝家家主也去了花园山 陛下他执掌大几十几年 心智之间很全非你能想象 你心自张狂且要管我 在我能护住你之前 别犯皇家机会 给我好好活着 当年紫园不喜欢皇冠 那年京城的灯辉 我花了十个铜板 她的两只灯辱兔送给她 也不知道 她会不会像我相亲 请任大人紧记自己的身份 不要和殿下过从事 或许对于帝小姐来说 一生一世一双人是你毕生所愿 但是在我任安乐这里 还有其他我要在意的事情 孔雲念 你好大的胆子 殿下小心 我的部下曾在江南寻获一枚核花坠子 图样乃是帝家所住这笔 今日她认出来 中海正是这枚坠子的主人 她是帝家卷幸存证 有人在江南寻获暗时 就在查中海的家路 谁 任安乐 有一个重要的人证 只要她愿意 帝家定能洗清冤屈 你是说谁 帝家救护 还是当年坚守此事的官员 都不是 殿下 你怎么最近 老是盯的这颗棋子发呆啊 一入棋局 万般凶险 太子殿下 你总喜欢把心思 用在不对的地方 以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晚宴开始吧 天快亮了 我们的时机也要到了 那把火 是时候要消灭 看来一心复仇的人安乐 可算回来了 一下子刺了你刀鞘 却没有刀 我猜陛下的意思应该是说 想让安乐收一收锋芒 对吧 你若联起锋芒 就不是天上地下独一个的人安乐了 你们宫里头的人说话 都是弯弯绕绕的 真的太子 真不想 看到白发人 送黑发人 我今日去见了帝承文 看见了他写的字 和八岁时的笔缝极为相似 早已成人的紫园 为何还会是幼时比例毫无紧张 殿下十年殿年 能够寻得帝子缘 安乐也为殿下高兴 让安乐 你真的很像我的一位故人 初心 你成恩威 我相信你跟我一样 都不希望自愿出事 帝家八万将士的冤魂 你们寒家欠他们一个公道 真 够了 什么 中海入京了 都给我出动 务必找出中海 你多欺少不懂规矩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们谁敢在我面前带走他 帝小姐如此清欢无措的样子 哪还有半点太子妃的风采 就早日打道回府吧 任安乐 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 寒夜 我确实是为她斗向 你可知 我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 若是当年紫园没有被送上戴山 她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自以坦荡 任安乐 李承恩在寒夜面前露出了破绽 你还记得当年 发生了何事 我七岁那年 当时在肩膀处受了不轻的伤 没想到她还记得很清楚 如此说来 应该是寒夜发现了 李承恩身上没有这的吗 你立刻派人去调查 戴山上的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 别看了太子殿下 安乐就在你眼前 你还在这儿心不在焉 一点都没有君子风度 你看 今日花好月圆 宾客满座 让安乐有一种 要来参加我们俩喜宴的错觉 让安乐 这一辈 我也祝你 能遇到更好的姻缘 那安乐就祝太子殿下 今日能够责得心仪的太子妃 让安乐断了念想 从此以后 不再自欺其人 殿下 帝小姐来了 好 承恩参见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我来迟了 无妨 起身吧 是